接下來的關心 第一次離出 金鯉案的變化和健康業者 在一心都讓人看不見他們去外界的經濟 邀請總統掌握到這個司法收入吃飯的時候 我們要公開來發表他的看法 他表示說他雖然新委總統 不可以來感謝到當地心拍這個司法這個國安 不過不會來侵蝕到民眾對著一部分的法官 做出來為悲民意 其他的法官來失望和想起 所以他的家屬來盡聽用這個司法來改善 九號晚上總統掌握到新院司法議長 落後面的司法收場 就到晚上的餐廳 佔在最近五次對著離出金鯉案子一心的破割 加上一陣子民間團體發起的白米區運動 對著法官破割的部分發表公開談話 做出違背人民合理期待判決的失望與憤怒 這些聲音我都聽見 保證了會竭盡我所能 全力推動通案性的司法改革 特別是制定法官法 建立不私人法官退場機制 以及制定連政署組織法 馬總統表示 台灣民主法只要司法越來越獨立 這是好的現象 總統也點出 司法獨立不可以孤立在社會之外 不可以背離人民對到司法建議的合理期待 當司法脫離政治干預後 如今面臨的是司法自我治理的問題 包括法官的倉首 裁判的品質 辦案的效率等等 這也是民眾有不滿的一個根源 也是我們要大方获福改革的地方 總統只要出的推動司法改革 對這制度的建立用途也很重要 今年他出的總統提名 王世民來出現檢察總長 三位就在法務部長有陳英夫 剛才就在司法 因家婚姻長落後面所影響 總統表示對這四位真有信心 相信在他的冷度之下 司法改革工作越來越做越好 記者傳播到